大家好,6月1日沙前有两组试集 和大家看看第一组,泥地千二米 第一组集时间1分11秒4算是正常的 最高分是精灵勇士或91分 6月1日,第一组泥地千二米的短途集 好,随时起步 好,开集,出集都算挺齐 现在稍稍退下去,那只勇冠全城 内南位置橙衣那只幸运拼圖 背衣白衣那只骑着那只勁得手 背四外面是超乘寶寶 好,再看前面的马,大家都有自己的跑线 不想吃礼 外面精灵勇士占先,明章之星第二位 第三位最出好拍档,内南第四 雲利多中间勇冠全城,活力长盛 背三是勁得手,后面两只 分别是超乘寶寶和橙衣那只 是幸运拼圖 好,转弯的时候,前面放头那只勇冠全城 第二位是明竞之星 第三位埋南位置省了点,雲利多 第四外面精灵勇士 走去吃泥那只,活力长盛 订到最出,当然搬顿稳固些 这些位置好拍档 背三勁得手,妹子 就超乘寶寶包尾,橙衣那只 都还是幸运拼圖 好了,最后二百 明竞之星,抽着都要占先 大家都慢 外面位置精灵勇士 追上来,稍稍追些 外面很轻松,真的兜大弯跟跑 就是那只好拍档 内南第四,雲利多 方头吞下来第五,勇冠全城 后面四只,勁得手,行运拼圖 外面浅之色,妹子 就超乘寶寶,退了去包尾 是活力长盛 这组集,运利多和那只 刚才在里面的,勇冠全城 好像试得不错 但是勇冠全城中段走了 回来是散的,勉强到8.75 但是在泥地一定是好 逐一讲,跟大家再看一次这部集 好拍档,全城一外叠 但之前我都说过,试杂已经走光了 这部碗,千四,千六,没问题 勇地也好,虽在被动 但这部碗,肯定有能力 9.25,很费 精灵勇士9.25,很费 但是评分有点尴尬 一千严短,一千严短 一千严短,一千严长 评分不太有优势 明晋之星好很多 9.25,Teslarossa 在泥地当然很费 看到运利多在这里 标了上来 看到这只 勇冠全城 两只码都8.75 算了,这只8.75 运利多9分水准 因为也有些愚势 活力长盛回来都散了 不喜欢吃泥,不喜欢下雨 这货集给不到评分 净得手,48分尴尬 状态OK 8.75 12米泥地,肯定拖脚 看到后面最后两只 幸运拼图没什么看到 超成宝宝8.5 但这只码十泥特,很棒 他肯跑的 幸运拼图 最后,你追几多都没用 你实地 追几多,过到那只力弱的活力长盛 按住轻松 两只码都8.5 但... 好吵啊,不好意思 好了,看完这组集 看看第二组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转过 转了整个招 头都痛了 第二组集 第二组集 1050米 1分02秒09 时间正常偏慢 跳出世界最高分 96分 好,继续试集 来到第二组 1050米的短途集 好,开集的时候 龙之鹰粉红衣 就不算很快 壮丸及帝都折起头 都有一些被人阻止了 现在又涌回到外面 好,前面放那只 就来难为止那只 就向前看 中间涌上去 有这只挺兽精神 外面是壮丸及帝 最出第四位 有这只中城区 来难第五 天智堡 中间明月千山 外面跳出世界 尾指是龙之鹰 红帽暂时包尾是缘分 好,转弯入直路 不用吃泥放头 就是向前看 第二位外面有 狀元及帝 中间红衣 挺兽精神 大外当 就是跳出世界 来难第五 就是那只中城区 后面四只 天智堡 龙之鹰 明月千山最出 在后面 就是那只缘分 好,最后二百 向前看 放顺了 撤离了个多身位 后面的马 都没有哪一只追 埋遍中城区 肯追上来 也有勢 第三位的马 还有这只狀元及帝 外面跳出世界 涌上去的马 分别有龙之鹰和缘分 挺兽精神 红衣移 转弯拿出 还有这只明月千山 在后面是天智堡 这只龙之鹰 拉不住 捐了上来 左穿右插 如何都捐不到 躲不到 九分水净 大家看看直路如何跑 昨天我做 报名表插局的时候 我也特别说了一句 看看这只向前看 事成如何 队都出来走 灌注到尾 9分水净 不是9.25 9分水净 但明显的马 全生了 到时星期日 泥地1650米 不知道会否捐到内档 1050米都可以跟到前面 分分钟 今次又可以跟到前面 濕泥没问题的马 9分水净 星期日 缘分追D 报处不算很快 但骑下去算是肯走 我只能够给8.75 但这只马 明显地 濕地 是比草地 贵尾 长期跟着这只马 8.75 去不到9分水净 天赤宝 不快 不行 8.5 龙之鹰 很尴尬 这两只马 拍住 但这只马 很尴尬 捐来捐去 想躲躲不到9分水净 挺手精神 8.75 亦都是8.75 狀元 Shara 这个组组 我觉得应该会有些用 8.75 而且这只马 跳出世界 不是以前那麽强 这两只 很轻松 这龙之鹰 接着看到中城区 Wallcommand 下线 是美国种 所以 来地可能特别 很轻松 很轻松 这货集 我会给9分水净 这两只都是9分水净 这只 刚才说了 龙之鹰 我记得他以前很轻松 湿地都可以 如果没记错 还是近过 不可以 但是这只马 现在27分 应该要特别留意 湿地 泥地 下雨很轻松 中距离马 不是那么短 但状态明显起了 试得最好 当然是向前看中城区 接着是龙之鹰 明月千山 试得一般的 8.5 好了 看完两集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